欸 佛佛 還有恩公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妳好 妳好 我本來想說 那個躲在後面 因為大家都講得很好 然後我嘴巴口才不好 可是佛佛說 說要講 因為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去外面講到 這個一直我在學習的 那因為還是一樣 就是講得 還是會緊張 所以在這邊學 那剛剛那個 佛佛教我們 真的是 這一點我要感同身受 因為佛佛說 他一句話講那個四個小時 可是佛佛是叫我寫信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大陸的事情 然後叫我寫信 說要寫到大陸去 然後要打email給佛佛在一起 可是每次佛佛跟我講一講 可是好像到晚上的時候 那個物點的信又不一樣了 我才知道說我是 佛佛是在教我 不是實際上不是說真的發到大陸去 因為另外可能還有 有事情要發 只是真的一封信就改改改 改了一兩個小時 然後再發出去 那讓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說 因為畢業已經很久了 真的沒有老師可以這樣教我們 然後佛佛就這樣教我們 然後尤其像講話的那個語氣啊 因為我以前講話都會很急 那佛佛就說 畢業啦 你是什麼有事啊 為什麼講話那麼快啊 那我就知道說 那我們在講話 那個講電話的時候 可能是講得讓對方會覺得說 然後就覺得語氣不好 所以真的真的是 這點是真的學 然後在這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一次 然後佛佛丟你 你下次又忘記了 然後所以每次佛佛講的時候 我們這樣一直修正自己 一直修正自己 就可以把自己這個 現在好像講電話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快 那麼急 讓人家覺得說 口氣好像不是很好的那種感覺 所以真的 那我最喜歡的就是一件那個 佛佛叫我們去做佛堂的事 尤其有佛佛在的時候 哈哈哈哈 最好叫說 我嫁了一個羅漢丈夫 哈哈哈哈 不是 因為我們在做事的時候 佛佛叫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很多 但的話我們自己做的可能 我們會有執著 我們自己怎麼做 可是佛佛的方法又不一樣了 那我們這樣學 做的中間學到的更精進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 畢竟在教我們自己在做家 是我們覺得說 以我們的為主 可是當佛佛那個家裡面的話 佛佛想說這麼做 尤其佛教我們真的做的會比較快 兩隻腳這樣踩在那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一個家拖地就 對 那又不會 就很快又不會 真的不會腰痠背痛 不會蹲在那邊插的 真的是這樣 所以 真的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 然後 希望大家 同修子教我 我教我 好謝謝 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來 來 等一下 那我講完余會 余會 余會就講 他講的這個大掃除 我正在吃 給你們 謝謝 謝謝 每次都勞家你們去給我那個寶貝先生做很多事 我有時候覺得很魅苦啊 怎麼嫁來嫁去嘛 怎麼嫁來嫁去嘛 也不知道怎麼嫁啊 怎麼嫁來選去 也不知道怎麼選 怎麼選了一個這麼個人物來了 後來那時候我媽就叹了口氣說 孩子啊 任命啊 任命啊 什麼蘿蔔切什麼菜啊 這個看他怎麼 你怎麼切 就是啊 我們實在切不好這個菜 讓你們來切 他夫子呢 沒有兩天工夫啊 他就開始給你弄得 路的走動 進去到像游泳一樣剝開 結果 那天呢 又勞家大家 因為我那個女兒要回來跟爸爸住嘛 我當然想培養夫子之情啊 就想把他環境改善了 他竟然睡個沙發 而且能睡個沙發 沙發是熬下去破了的 睡了的 他甘之若遺 每天比那個乞丐還可憐 坐著來吃飯 他還好高興得意的不得了 我心想我這個先生好可憐啊 我給他睡個床嘛 對不對啊 那天就叫豬臉了 帶動了一大堆人來做 做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工夫 他們你們在家裡整你的時候 你們可以這樣整 但是我那個速度很快 你們照我做 其實那速度很快 你要是再以你家庭的時間來做的話 恐怕三天你打掃不完我這個先生的屋子了 我就把他 我就想吃我啊 我就把一掃掃到地上 叫麗燕 你把這個電腦放在這個地方 那邊那個桌子擺在這邊 那那一堆地方就都在地上了 因為我要爭取時間 堆在地上的東西 我的意思說你不要急了 能整就整 不能整就不整了 我借著你們人在 說我把大東西就位 割救各位 結果這個麗燕呢 很有趣啊 看到哎呦人手來了 林老大沒叫他來 他帶了他兩個孩子 一下子神力軍四個 他把我地上那個二樓的地方呢 都還沒等到我爭取我的同意去 事實上爭取我同意 我會跟他講二樓就地解決 就地整理 對不對 結果他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都搬到下面去了 結果這四元大將啊 真的是老大 你要懺悔了 因為你是老大嘛 你跟隨我二十多年掃地 你總該比別人 這個專業一點嘛 對不對 偏偏他最不專業 我都不要再怎麼教他了 因為他是老大 他沒有掃到地 他也沒有做到事 我們這裡做事最多的是雷教官 雷教官掃地做事 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討勞的 這種企業化的精神 他呢一弄動 來了 我想帶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都大學生 都很重啊 那這樣你身體就有兩個 又可以好好的 陪著你的兒子 見識機會好好訓練啊 對不對 他不傳授 你看要命啊 悶得幹 不過有個CD片 我先生找不到了 他在那悶著頭找 找到了 我先生高興得不得了 可是別的東西還不會 嗯 這裡面有誤點 又誤了點了 誤了終點了 他那是討好小孩說 誒這個東西拿去給你吧 因為那個小金木 是電腦專家嘛 你們想呢 我這個先生也是電腦專家 他那些小東西 小東西 他都在那裡用啊 結果正好被他打了個證招 誒誒誒 誒誒你怎麼把我那個東西送給你 我那裡有資料啊 趕快臨場搶回 過後呢 又有很多東西遺失了 找他們找不到 就來給我發牢 你看他們搬東西 不是搬東西 根本在搶東西 搶到嘛 他這背後當著你們說的啦 就是你們的心態粗了 因為你幫人家整家的時候 你不要看那個金片什麼片 你都要給它保留起來 結果他東西少了很多 就跟我吵架 我說 所以你自己為什麼不督到 你不反響你自己 你東西那麼重要 你來撿啊 你來撿嘛 你告訴他這個歸類 這個歸類歸類 你就是歸類嘛 你為什麼在那站著是害羞呢 他一見到你們來的人 他害羞啊 左躲右躲 躲到最後他不指揮 我們當然就錯嘛 對不對 可是這個時候我發現 我們的力量不漂亮 比如說 雷教官 雷教官那天沒有去 去了就會發生這個事情 雷教官會眼觀死亡 耳拼八方的 五年跟這些人是拼命搬種東西 賣了命的做 那個細東西 就在老大那個回收 回收垃圾堆裡面 來回收 而這個回收垃圾堆 在一到達的時候 我就跟著現有找來的人 就說 都裝在垃圾袋裡面 歸類分類裝 有什麼有意義 因為我分類裝了以後 我先生在什麼垃圾裡面 找他東西 你知道嗎 不是說叫你分類裝的人 都是垃圾 你都倒掉了 是不是 結果我們這些人還真聰明啊 都把我櫃成垃圾 丟啊 夢丟啊 好 回來這個接不起來 那個接不起來 然後我找我的老婆 算了 以後你不要來了 你來了我翻了天啊 我說那以後我做好了 你都保持乾淨 我說我保持好了 這兩天霧臉出了個陽相 你知道嗎 高啊 霧臉高 大概這一段時間被我整慘了 因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嘛 還有我也不能罵他 他心靠他 動作不好了吧 結果那天我第一個 三千塊有一個人來炸我錢了 說我靠著高速公路上被警察抓了 什麼什麼 身上我正好沒有三千 我說誰有錢了 我臉說我也有三千塊 我想這小子今天叫你拜三千 非叫你拜三千 好吧 你出吧 他其實出那個三千 是幫他笑一個債 因為他整理到我先生房子的時候 在那裡扛他人之卡 這個我今天講出來 你在那裡托小孩子 這個送那個送 等送完了我先找哪他 找不到他的那個片裡面的資料啊 你知道嗎 你這個錯誤 所以你這次我也扛他 你知道嗎 我叫你嚐一嚐 你拿三千出來什麼職位 我就不拿 對不對 就這叫什麼 歷來的加持 你看著師父不對 就是你的不對 你知道師父不好叫你 所以你怎麼那天把那個 哪有晶片那麼大方 就送人 你是電腦專家 你不知道晶片的珍貴嗎 假如說我這個土豆看了晶片 我就說送張在送你 你電腦專家 你怎麼說過 還有電話上的片子 你也給他拆下來了 你又是專家 你把電話那個拆下來了 害得電腦和電話不通 林教官第二天急要警示 要打電話打不進來了 你看看你這個專家變不專家了 你要是拆了以後 別人不懂這個電器 你就把它裝上 假如不能拆 你就不要拆 懂嗎 因為這些東西很精密 我們也不會動了嘛 害得我們停擺了幾天 都失去聯絡 這還好不是戰爭啦 這是要出巡啦 要是戰爭的話 你的通訊就會糟糕了 所以那天 笨逼他拿了三千出來 為什麼 你這個毛病不曉得 我叫你嘗嘗滋味 扛他人只看你嘗一嘗 下次你別在這 在那裡開玩笑了 因為這些小朋友 結果我一說 東西很多不見 結果說 都不是要丟垃圾了 林教官就馬上反省了 反省自責 這也是做這個工程 為什麼他們會把 都丟到我一樓來 叫我歸類 我說麗彥是好心 假如麗彥不把它 通通歸來你們家 這個家族來的話 麗彥搞二樓三樓 搞不完了 那麗彥通通把你歸類以後 你們這一個家族 就你要分類 專門分垃圾分類 結果後來他好厲害 他想想 對哦 我們家的孩子 把垃圾當寶寶回家了 結果第二天 把一大堆的寶帶回來了 說師父 這是我小金木拿來的電器玩樂 一下子好多電器出現了 因為他們幫他當垃圾 他說小金木很可愛 說這個當垃圾太可惜了 我拿去再回收 結果沒想到 那看是垃圾實際是寶物 結果第二天 林教官把那些垃圾寶物拿回來說 我先生哈哈大笑 為什麼 很多都是重要的東西 所以由此可見 金木專家 人家天天跟東家修電腦 西家拼電腦 人家動啊 結果你們這些土豆都變成垃圾 我回收 這就是你當爸爸不振 你當爸爸怎麼不振呢 要叫孩子注意 小金木你有這種才華 你可要幫活佛奶奶把關哦 哪些東西不能丟的 千萬不要丟哦 我們歸類 歸類完了以後 這個這個間整好了以後 通通還給主人 讓主人再分類 因爲什麼 我們分的是大類嘛 他主人還要小分類嘛 這是你的頭腦 不該是小孩子的頭腦 小孩才十九八十九歲嘛 你就不教 我就氣就氣在你這一邊 你到哪裡都是少跟金 每次當個老大 又沒有老大的領導力 就站在那裡 處在那裡 害得你老婆也酷著個臉 是不是 我帶著你們出去今天 寄些人說句話最漂亮 沒有別的法門 沒有別的法門就一個笑字啊 每次給你們講要笑要笑 結果你臉個大嘴笑得很難看 因為肌肉不平衡 不會笑 拉的死拉的笑 沒有從心底裡面 才是那種喜樂那種笑 所以很簡單的法門 今天說對了 你看我們的島上 哪次我出去 會給你們哭臉 其實我的皮也累了啊 小半年也會累啊 對不對 我剛在這兒打瞌睡了 我身體怎麼不舒服 可是我還是要笑 其實法門就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 立業也不錯 能夠反省今天提出來 這是最珍貴的 你知道每次整理屋子都是大戰爭 可是你們真正從那些亂中有序中 從亂中幫人家積了因德 那就是你們的功德 我們整理房子常不積因德 我今天告訴各位 上次也是從樓上丟很多東西 垃圾走了 我現在也找不到他的寶貝了 你們怎麼那麼會丟垃圾嗎 還是丟寶物啊 那佛菩薩給你們把寶放在你眼前 也都不理不睬 將來你的寶物也是丟完 所以幫忙整屋子 像剛立業說 我不忍心那麼彎腰 一個師父不讓徒弟拿著拖把 那麼多拖把不用 而讓他腳踩步走 為什麼 腰不要彎下來會痛 腳的力量很大 你知道你80公斤就有80公斤啊 50公斤就50公斤啊 你走著腳底下 腳底板踩地走 走完了地 當你的地走完了 你的地也差好了 也許你說師父 你真是會尖刻 連個普陀馬擺在那裡都不用 我告訴你 現在人家科技 人家百貨公司 已經做出腳型的布鞋 在腳上踩著走路就打掃了 你看我多先進啊 是不是 人家還要做一個鞋子 來叫你打掃 我根本都不要破步一個給你走的掃 而且破步這麼大 隨便有多大就有多大面積嘛 一個破步走完兩圈就走完了地了 是不是 等你把這個地的灰塵走完 你在做的時候鼻子不會打噴嚏 不然那個塵埃噴嚏 噴嚏都一直打不停 所以立焰的速度快 我不怪他 是立焰 他心裡想 師父這麼大動作來做 我配合師父快 但是我要換你最後一個把關的人 沒有把孩子叫好 將來你的孩子出去做事一定會吃大鬼 第一個 他不知道那個是飽 假如人家罵他的時候 把孩子傷得很重 你偷過東西嗎 你有沒有想到你的孩子被飛上這個黑鍋了 所幸我們交友幾十年 所幸林教官把那一堆問回去問了 抱上來 但是林教官心裡也很難過呀 為什麼不在事前交呢 事前交的時候你們沒有感到 我有當場你們在場嗎 用膠子在分類 你們沒有感到 以後面到的時候 我來不及講 因為我已經配合五點半大動作 這又是我的錯 所以我這一次 我被我先生發脾氣罵一罵 我倒覺得很過癮 我說以後不會了 我回來好好教導你們怎麼整理屋子 怎麼把家整理好 好好的教你們怎麼去到 人家家裡去做慈濟的功德 不要到人家把慈濟做完了以後 人家家的寶物都被你拿走了 你是土匪還是什麼 人家會罵的你懂嗎 所以你們都不知道你們落得好還是落得壞 懂不懂 所以我今天必念講 他沒敢講出來 其實他心中有一個節 就是他二樓東西搬下來 處理不到 他心裡難過 因為裡面都是便經東西 他也不好說師父 因為師父說下令 把它放掉就地 但可能搬下去了 他覺得那個東西沒有歸類好 他心裡也不曉得如何接這個節 所以我現在跟他講 以後我告訴你落在二樓的 就在二樓來做回收 不再到一樓去 因為二樓東西還要回復到二樓的電器上 就不要再回到一樓 後來垃圾好像五點 等到最後垃圾車來 是不是 累得要命 丟了好幾袋垃圾 三袋 那麼大的黑袋垃圾 多少重要東西丟掉了 你懂不懂 所以我先生很難過 那都是很貴的精器東西 晶片東西 所以以後你們 還有我的文稿 你都給我丟了 我第二天再找 雷教官 林教官 我都文稿了 他說不曉得 我告訴你們一個原則 凡是紙上寫了字的 都不要給人家丟 你連我們的契約書都丟了 你知不知道 很重要的 他老先生的契約 後來撿回來一個垃圾袋 黑包包 一打開 是一個很重要的合約書 也丟了 你們認識字嗎 怎麼會不注意呢 這是最後撿回來一袋 是不是 你丟了三袋 又一袋保留回來撿 等到這一袋 保留回來撿的時候 對面的人就很生氣 因為你們把貴的東西送給人家 免費送給一個遠方人 要知道積德於鄰居 跟鄰居相親相愛 重要的那個電池 一個電池價值是兩三千 是不是叫機車電池 你把它四顆 是不是四顆很重 你把它送給一個遠方的撿垃圾人 他高興的不得了啊 所以我後來叫積德回去 要一點小錢回來 否則我先生回來會罵死了 一顆就兩三千 四顆上萬 要丟可以丟給對面 萬一不行了狀況不好 從對面拿回來 你丟的遠方滅了幾 連舊的救不回來 所幸人家高興 我們又不能要人家 但是拿回來也不能要 我就跟積德說 你跟他要點小錢 萬一我先生說話說 當我先生的嘴 賣給人家了 當作賣 賣五百塊錢 第一個電瓶 電池 汽車電瓶價值多少 你們開車都知道了 六七千啦 四顆啦 是不是 所以你們不懂 媳婦 從這裡我就看出來 哪個人不懂得媳婦 沒有說師父這個不能丟 這個我懂的是行家 幫我媳婦 那其功德無量 幫我敗家 同樣你也是不發財 懂不懂 因為你敗人家的家嘛 你敗人家的財呀 你也不會發財呀 所以有的人就跟我怨 所以我就做股票的套牢 我就做套房 為什麼你一輩子心情什麼都好 為什麼你就是錢上不寬鬱 這就是你不知道媳婦 也不知道為眾生媳婦 為別人媳婦 所以你的財源 來的時候辛苦的來 又很輕易的丟掉 這個道我也不敢跟那個人講 因為是我跟他講 那把他送掉好了 但是我不知 不知就是罪惡 我不知道那個貴 送嘛 送可以 對面就送嘛 何必跑得那麼遠送個喬喬 其心有問題 所以我送那麼遠你們一定不知道 可是沒想到我最後帶了物點 叫他拿 也不能拿東西回來了 拿到五百塊錢 所以物點 你物了點 你真是物中點 你不要這樣傻了 懂了嗎 你假如沒有把這個財收好 你講道講的天花爛醉 你做出來的行為都是物點 你不要再中物點 物中點 所以那天假如沒教官在 他把官就把得好 因為他這個道場的大小氣勢啊 都是他做 已經訓練出來了 而你們呢都是來現成的 來了講的到了 這樣子了 有什麼功夫 真功夫一點都沒學到 為什麼人家的師父叫土耳掃地 掃地就是功夫啊 你知道嗎 打掃內部才是功夫 結果你們都學的是皮毛 師父的真正功夫 誰都沒學到 只有老太婆自己在那苦 苦得還笨 等他同名你們那麼多的人的時候 還在笨 也許你會說 你那個寶貝先生這個樣子怎麼辦 誒我們午點昨天還會整他呢 說我告訴你啊 你在那處租費啊 人家環保局的人要來查收你了 要發多少萬多少萬 下樓先生趕快 趕快我搬租費搬走 這就說什麼 你治他治不了的時候 你嚇他騙他 他也會好 所以這就是智慧 他昨天這個智慧 他在那邊板著凶我先生說 我也嚇得很不得了 我就說 真的趕快搬 你趕快先搬自己圍住 好好好 其實出到外面午點我講騙他 我說騙得好 因為這種人太模樣工 怎麼搞搞不了了 所以午點說 假如他再把它搞好 我找個人來 莊日師那個檢察官那時候 抓他一次 這個動作我們在20年前就演過這個戲 為什麼我叫老大叫老大 我說他是黑社會老大 被教官是黑社會的人 我們就利用他們的像 來破了一個大組織 你知道嗎 西津大集團 所以我們在人間走這個居室走吧 有時候不能說做好人 有時候要做惡人才 九千萬人 所以今天立演講的掃地 我再跟你們講講 以後掃地就不會錯了 就怪了 你也別那麼給我污點了 老大用點心 以後不要在那裡 要把孩子訓練出來 你們兩個孩子 好孩子要訓練出來 那我們請 立書該講講話了 來 立書來講 他在家裡啊 聲音滴滴的講話講得頭頭時到 一旦面臨場上 他結結巴巴 所以你叫他訓練訓練 讓他多訓練 來 好 佛侯 所有的仙佛 恩公好 各位徒秀 大家好 還有新來的朋友們 感謝你們 一起來這裡 大家共參園 萬一比較晚通知你 請願你還是 因為一直忙要找電話 然後回去又叫忙別的 所以還是要把你挖來啊 好 看到一男姐來很高興 還有我們 新的朋友季先生也來了 他才告訴我們的唯一妙招就是 向民樂佛那般的微笑 好 謝謝 教官當太久了 所以都會教訓人家 所以就是 講話的態度也要注意 然後出去外面呢 跟著佛侯在一起呢 是不一樣的 因為佛侯是 諸佛之母 那我們都是 像個小笨蛋一樣 所以很多事情呢 禮節也沒注意到 所以呢 連吃飯也沒注意到這個禮節 喝水也沒注意到禮節 因為佛侯都是很猛的 就是 看起來不過就是 感覺她就是一個很強壯的媽媽 所以師父 她都不用照顧 她都不用照顧 她都很猛的 超級女強的 所以把你們給挖壞了 叫人家師父來照顧我 所以這一次 會生法師也是給我們上一個課 一個課程 就是佛侯需要照顧了 因為她 已經是 不像以前認識她 她是她四十幾歲 她超猛的 對不對 現在是已經七十歲了 所以這個我們 雖然是她的精神 體能啊 體能都是 都是 超棒的 但是 重要的是身份 那個身份的 我們那個禮術沒有做出來 所以就是 很慚愧啦 所以今天地召菩薩還罵我說 你沒用啦 我今天去大觀音庭 看到地召菩薩給我說 你沒用啦 在罵我 我都知道 慚愧慚愧 真的是 糟糕 所以就是 請抱歉 那 現在 佛佛變成母娘了 然後這 這 這個 這個 還要復古收緣 這一個轉折的話 那 有人就說 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那我就在想 真人不露相 露相就是人 可以吧 所以這個 為了救世人 所以要出來 所以真人還是要露相 那今年呢民國一百年 那一百年呢 有一些事情會發生 那也是 也是 也是希望這個事情能夠不要發生 那希望能夠變好 變百激發 希望能夠變好 那 像 日本的大地震 希望 這樣子 很快的 就這樣 把事情 圓滿 輻射成 也能夠 不要發生 那 看 看著新聞的報導 好像也蠻好的 慢慢的在轉變 都變好了 所以佛菩薩都好忙在這些事情上 那佛佛也跑出去了 佛佛也看到那個火龍在那邊燃燒 那佛佛也 也是靈魂馬上就出去 把 扶持我們這些可愛的 這個可憐的 地球人 所以我們自己造了業 還要仙佛菩薩 又來解救我們 所以 這如果是說 我們大家都 耗費這個千手千眼 觀世音菩薩的精神 都出去 都出去 去講解因果 都出去欠善 那我們把自己本身做好 一個好榜樣 那我們也出去做 這樣子也許 災難可以減少 可以讓仙佛菩薩 不要那麼的辛苦 也不要讓恩公在旁邊跳腳 大家共同努力 謝謝 佛佛大師好 跟我們這個初勳啊 一般不一樣 像一般的你看菩薩初勳啊 都一路上也有幾種發跡啊 我們不但要發跡 有時候那個感應力還很強 像那個黑面天宮 在那邊轎子一落 他就叫一個人 那個人我也不認得 他是當地指揮交通的一個人 他就收到林波 他說佛皇大帝說找你 我說為什麼叫找我 他說 他說找那個拿著照相機的老太老女 老的年紀大的女人 我看了這麼一大圈 只有你拿著照就是年紀大的女人 我說幹嘛 他說叫你到那個佛皇大帝那裡 佛皇大帝要跟你合照 我說佛皇大帝怎麼會跟我合照 佛皇大帝在哪裡啊 他說在轎子裡面坐了 我說這樣子啊 那我跑到轎子旁邊去坐 站著跟他照一下 後來我才知道 朱天仙佛巴伯德想跟我見面 那麼開始我當佛佛的時候 不是我自己瘋的 也不是我當的 是我的人很保 他說你這個人會的還不少啊 我乾脆考一考你 我找到宜蘭一個高人 看看你功夫怎麼高 是來考我的 好我們就開了車子 一路往北上去了 上去呢 每到一個地方那個廟還沒有開始到 就有迎駕的來了 他就開始微風八面 給我有人迎駕了 欸奇怪 我說什麼有人迎駕 有神迎駕 他說喔是神啊 我說你不曉得 我五百公尺就有一座廟 他說欸還真是這樣 一路好水 七微風之士五百公尺錢 就開始迎駕 他說欸這個好玩欸 迎駕我也過過迎嘛 我雖然不當神 我有神的感覺嘛 這是我們的鄰駕 所以我們的鄰駕不會起駕 就是這種動作出來了 結果到了一個男人 那個王也不在家 結果那個鸡筒啊 跑跑跑跑跑跑 回來以後 趴在那個神桌 就把所有供佛都打掉了 我不配啊我不配 我不配送你們的供養啊 肉身佛到此 我們說啊 肉身佛到底在哪裡啊 我們到處找哪個肉身佛呀 哎呀活佛 活佛 活佛在哪裡啊 我們找喇嘛呀 吃著喇嘛不就有活佛了嗎 活佛了嗎 也沒有啊 哎呀啊 觀世音啊 觀世音不在天堂嗎 在你佛桌上嗎 哎呀不對啊 不對啊 那怎麼對呀 神說 他他他他他 就一直知道我 我怎麼了 我怎麼了 你看他 他一口氣把所有棉花 都沒有把他這個王也 可是我們的人 沒有想到過 對不對 後來那個王也就哭啊 說我沒有臉啊 我沒有把眾生叫好 您老人家來到人間 他們竟然有眼無珠 不知道 我要怎麼告訴他 您就是菩薩的化身 觀音來到人間 就是活佛呀 就哭啊哭啊 跪在我面前 他們在 啊 你是啊 那你是我現在該怎麼辦啊 那那個神就說 快點啦 天月交響啊 神靈都來叩拜啊 啊 我的人說 天月交響 天月怎麼想啊 神怎麼來拜啊 他正在慌 後來我就說 定下來 我就跟了我兩大護法說 定下來 好 開始 我只說個好 開始 這兩大護法 馬上啊 裸骨齊鳴啊 護法出現 哟 他說 怎麼我會這樣 真的大裸橋 通通來了 那天以後他說 哎呀 我這個師父 我不叫他是 因為他不為師嘛 我不為師嘛 他們叫我行教官 行教官 是我在家的職務叫出來的 行教官 怎麼他一生命下 我們兩個人就會起架 還起架那麼漂亮 還打起天月來 這個行教官是什麼 這個人王爺說 是活佛 以後不能再叫行教官了 他說我還沒叫他阿行 他們連都叫他阿行阿行的 我還沒叫阿行呢 他說都不能叫 叫活佛 好好好 這兩個人回來以後 我說你們不要再叫阿行了 也別什麼了 也別叫行教官 叫活佛 就從此以後 就規定大家叫活佛 活佛以後我就開始 有一個高人就說 你活佛三年了 你就倒下來了 你三年當作活佛 你不曉得受過 好夜了 三年以後 我從馬路上走過 萬丈光芒 他在馬路上跪下了磕頭 他說奇怪了 我以為你三年你就完蛋了 他是一個大院的院長 就是佛門院的院長 他說怎麼三年後 你竟然金光閃閃萬丈光芒 你怎麼修的呀 他趴在這個馬路上磕頭 你怎麼修的呀 我說怎麼修的 活佛嗎 你不是說我活佛會倒帶 我會倒下來嗎 那我也沒有當活佛啊 他說那你不是人家 就叫你活佛嗎 我說那是動詞 不是名詞 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動起來當活佛 而不是叫我一個人 假人當活佛 所以動詞要活用 不是名詞障礙 也不是名詞叫人家來拜 他說哦 原來你轉念之間已經把這個名詞換動詞 那你就不驕傲 你本身就是活佛 所以我們這個道場都知道這個道理 然後這個母娘又是出陽相了 好好過日子嘛 對不對 偏偏我們那個靈堂主嘛 喜歡叫我開開眼界 帶我去逛一逛 逛一逛就逛一逛嘛 逛法會場嘛 逛一逛人家都起架 我又不起架 逛了半天也不懂怎麼應變 什麼都不會 不逛了不逛了 這不好玩 不玩起來不會玩嘛 對不對啊 不玩不行 第二年九九年清清楚楚 上天這樣子 一定久久劫難都出巡 哎呦要出巡啊 出巡怎麼辦 出巡怎麼走啊 出巡就是開著你的腳車跑嘛 對不對 結果高速公路上 車子在跑 那邊接到了 金母姚之金母的 金船開航要過來了 哎他們說金船 我明明是個白轎車嘛 還金船來了呢 對不對 好吧來吧 來了以後呢 就開始大理接駕 是月皇大理接駕 哎月皇大理你那麼高 你來見我幹什麼 不是 你是我天堂的媽媽 哦 他叫什麼 叫母娘 哎怎麼知道我是你天堂媽媽 你認錯了沒有啊 你看我這個衣服也沒個漂亮的 什麼都沒有 你怎麼認 他說 他告訴我了 你頭上有一個觀印 金印 我說在哪摸也摸不到 結果你們看相片照出來了 嗯 方方的真正的金印 所以這些高人啊很不相信 但是 上天就說 你去看他的金幣 他一看還真有一個金印 就用大理接代 這個道場這樣子 那個道場這樣 每一個道場說不是母娘 哎不是母娘不行的 還非是母娘 還跪下來口頭母娘 所以我這個模樣就這樣叫出來了 又不是我自己瘋的 好 所以最近有一個 我的 我的人啊 很搗蛋 跟我說一句話說 你不是活佛 你不是姚慈金母 姚慈金母不能會罵人 我告訴他 姚慈金母坐在這個 坐在這個桌上 有嘴不能言 所以姚慈金母不會罵人 我告訴你我是行罪器 我非罵你不可 他說你也不是活佛 我說我不是活佛 我是死佛 因為活佛很有修養 我是死佛 那你是活佛 以後一接電話 他就活佛 我就說死佛在此也 活佛 還在母娘 我說叫阿牧 這就是我跟人家怎樣 叫了半天她阿牧 她想 好好的發出你的慈悲心 在家照顧小孩 我好出行 我將來一景還鄉 要門立去 就是我們現在出行嘛 出行嘛 將來我們有個好的聲音 來交回去嘛 那麼四大天王 三大天王根 幾大天王根 還有一個天王幹嘛 在家守啊 你不要跟啦 老太隆中 阿牧 我這樣叫阿牧 把那個男人叫成阿牧 你們也沒聽說過 所以這個名號到底對不對 都沒有關係 這樣做事就好 所以我們人間很多快樂 假如說我們這個道場 不能夠活潑玲瓏 法就不能活潑玲瓏 因為我們的法聲啊 一定要活潑玲瓏 才能做很多大事 假如局限僵硬都不行 像林教文剛剛有麥克風講得很好 還適合當教官 他假如在這個平常跟我出訓的時候 一碰上人家他就發門 那個雞雞的反應力 他沒有辦法 所以訓練很久很久 都還是應變不了 為什麼 法會場的高人太多了 而且花樣也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應變 那可是你要應變 為什麼 在這個在職訓練 我們得在職訓練 對不對 你不能應變 你也要學得應變 否則帶你出去幹什麼 難怪地上網就罵他了 地上網罵你什麼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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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帶你出去傻傻的 愣愣的不是沒用嗎 你知道眾天神都在看呢 你們沒用 天神都恨得揣你一腳 你知道嗎 你看起來都感應了 好 現在下面該輪到誰了 余慧 余慧 好 上來 余慧很有正氣 他現在是在加拿大跟人家吵架 罵得很過癮 現在我動了 就把余慧的話 罵他了罵那個人 對 我告訴你 英慧就罵對了 那再罵人 不過癮 中天諸佛還有安公佛佛 還有同修的師姐師兄 還有新朋友大家好 你好 你好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來這邊 但是我心中都還是會想佛佛 又有一陣子沒來啊 我會覺得說就會想說佛佛的樣子 都很清楚很奇怪 不管是說沒看到佛佛 可是那個樣子都會露燕在心裡面 所以都會想說一陣子沒來都會想一想說 師父什麼時候會下來 那我也覺得說 可是下來的時候我也盡量能夠做 或是盡量能夠聽 或是師父說的叫 或是該我學習的我也盡量學習 其實我的個性也改很多 但是我最近就會認為說 為什麼我跟師父修那麼多年 我還是沒辦法修到忍辱 因為我最近就是人家對我發脾氣 可是我還是會忍下來 可是我忍下來的時候 我臉都不是很高興 可是就是沒辦法轉念 所以我覺得師父我還是 真的沒辦法去做到那種改毛病去脾氣 真的沒辦法 但是我還是要師父再教訓我一下 不簡單 他很聰明 他反應很快 你跟他出去他都幫你照顧好 讓你細心 你自己倒在氣身 他是倒在氣身的 沒有因為我不會護法 因為我沒有什麼 因為我不會像那個護法 他們有那個神家什麼的 那我能只做的 只會做的就是 就是在旁邊啊 看有需要我我照顧的 或是關心的 或是有一些 就是做個即使是 明天旁邊的 明天旁邊的 明天啊 明天啊 因為我只能夠做旁邊的 怎麼講 就是旁邊的 幫師父提包包的也好 或是丫鬟也好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其實師父應該是比較窩心啦 因為師父出去 他就是希望說在旁邊 有人跟他陪著或賺檔 那他 因為我們出去也不會說 說一些話嘛 說就是 因為我們面對的都是一些高人 那我們不曉得 切入點 我們到底對不對 因為這種生活 還有他們的一些的聯絡方式 或是他們的一些的培養那種感情 或者是說 走這種悟道 這種佗道 這種道悟這方面的 我們真的是很慚愧啦 我也不懂 然後只能慢慢的聽師父在旁邊 跟他們就是學一學他講話 跟人家講話的那個含義 或是說他處理事情 真的是 師父我滿真的滿佩服你那個處理事情 真的很高張 因為有時候一件事情 簡單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們就沒有想很多 包括說 就是像我剛剛在一路聽來 我覺得師父真的 因為他不管是真的 他的法跟他的道 真的是讓我們 真的是很慚愧 是我很慚愧啦 因為真的有時候對人 或是對事情處理的態度 跟我們自己的那種果斷力都不夠 因為或許我們都是夠有那個領導能力的 所以這一方面我覺得還是真的 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師者在我們旁邊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心裡面有不高興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很想跟師父去分享 可是因為師父很忙 那我覺得心裡面我就覺得說 不應該都一直去把那個 我們自己那個一些小事情 去跟師父去好像要他的一個答案 或是說要讓他來開示我們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我們已經那麼 有時候我會提醒自己 已經這個道路已經那麼多年了 其實很多事情就是我要靠我自己的智慧 跟我自己的能力 我有沒有能力去應付很多事情 給我的一個 給我的一個反應 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反應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要鼓勵說這新朋友 真的你常來 因為你常來以後你會有一種 像我會覺得我像處理事情跟以前處理 不能說很好啦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改變 這是我長期下來的 我覺得真的是有這種 師父的道法加持在我們身上 真的是有讓我們去面對一些問題解決這種 我們有這個能力 但是就是對那種領導方面的 還有處理事情的果斷態度跟方法 我覺得還是需要在師父 在身邊慢慢的在學習啦 學習當中 那師父就說我很有正義正氣 我覺得這個我不敢講啦 但是我就是說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就是朋友 是明利 其實我覺得他的正氣是最夠的 但是明利我也 今天我有打電話給他 我一點半我打電話給他 我要邀他過來 但是他家裡沒有人接 因為我覺得說他是一個很有 在我們 他很負責我們這個道場的一個正氣 但是就是或許 我覺得他就是有想太多 會有一個癥結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一個盲點 一個癥結 但是我是覺得說 還是齁 我覺得這個 就像齁 我曾經認為說 我不想來這裡的 可是我都 可是我還是會想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心都會有在這個道場 那我相信明利心也會在道場 只是說他有一點盲點 那我覺得說 這樣大家都是同學會兄弟姐妹 其實我覺得真的 就是如果有這個 在這個道路上嘛 師父也是一直希望我們 能夠跟著他的腳步 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也跟著他的 跟我們一起 但是就是一起來護持這個 因為他真的是很好很棒的人 所以我也很棒 我也是期待下一次他的道場 對 然後我現在分享就這樣子 謝謝你喔 謝謝 他講到這一點 我非常可惜 就是可惜我們大家沒有跟到過同行 就是可惜我們大家沒有跟到過同行 有人就問我說 林堂主啊 來教方跟我這麼多年 對我那麼衷心 為什麼 問我為什麼 就是他們跟 因為他們在跟之中 他看到很多震撼的力量 他就很佩服 要想學還望成莫及 所以他要一直想學 他們這幾個人真的很偉大 很辛苦 他們就想學到那個境界 但是怎麼追都追不上 所以他還在欺而不捨地學 可是我們道場的人 跟我走這個圈子 讓了 不容易跟 因為我們只有一台車 所以我現在募捐那個季先生的七人叫車 他都願意拿來奉獻 可是那只能中部的人受惠 南部的又不一定跟得上 而且現在問題出在 大家都上班 所以昨天林堂就很慈悲為華 很想秀文京啊 來出巡 我說文京上班了 他說那我們就專門選 禮拜六禮拜天 把文京這一批帶出來 結果我昨天才被他這麼一激發 我急急如鈴鈴打電話給文京 叫文京帶人 準備就是觸發實戰經驗最重要 所以剛剛他講得很對 想到想的 但是真正的實戰是要靠你出去的 因為出去面臨的狀況都是分秒必正的 而且機制 談吐 氣魄 像譬如像昨天雷教官 他就很可愛 他跟人家講話他的氣魄很足啊 他的信心很堅強你知道吧 他就那種很雄偉的 滔滔不絕的講 而我們這個林教官呢 也想擦一腳 偏偏在這個時候就擦個嘴 就把那個話那個氣勢給打掉 後來我就跟林教官講 以後人家萬馬奔騰的時候 你不要擦 懂嗎 因為你擦那個氣 排山倒海之氣 你弱的話你就被排倒 這樣 你看 假如你強的話 兩斤必半 假如我們四個角柱 平均站角柱都很美 假如有一個角柱很高突出 很強 一個很弱 這個角柱站不好 所以我說這四個裝柱 他講的時候 灌馬奔騰的時候 你不要吭聲 所以那個大名法師說 我和他是雙馬馬 好高興見到我這個馬 而會生法師又是一個馬 比我小十二歲 我說將來會萬馬奔騰 多少馬都要會跑起來 所以你要知道 在這個出去的時候 是比什麼的 是比你的信心 記得 你的信心越堅定 你走的越穩 你假如信心不堅定 我為什麼說 慾慧我喜歡他 慾慧他對我不久 他也跟隨我不多 但他堅定的心境 在我慾苦的時候 他能出來罵人 罵完了那個人以後 那個人倒回來還佩服他 因為有的時候你罵對方 對方並不是真的壞 而是在試探你們的道性 所以有時候你們別看我露目像 露目在試探你的道性 假如說你罵你 有一次我跟一個戶爸出去 人家罵我 我聽不懂台語 罵得很淒慘 我都互乏懂台語 竟然不敢吭聲 我那個時候就心裡很難過了 為什麼人家都欺負我 說你不敢吭聲 回來又跟我講 我不知道怎麼吭聲 怎麼會不知道怎麼吭聲呢 是不是 當場做解釋 當場做什麼 不要這麼欺負人 這世界是公平 現在台灣已經到民主的時代 怎麼可以被這個外神和內神 這個大陸和台灣 就變成一個糾紛呢 怎麼會這樣 只是我會講台語 我只要一開口 別人就來打擊我 那你這個講台語的 就來跟他講嗎 是不是就不敢講 就不敢互發 所以你的德在哪裡 你沒有德 第一個你勇氣不夠 沒有德 第二個你基石不夠 沒有德 第三個你道德觀念也不強 沒有德 所以你沒有德嘛 怎麼修我問你們 你們出去都是實戰經驗 不是像在這裡做檢討會 發表會聊天 最笨的方法就是這個方法 我坦白跟你們講 我說你說對不對 最笨的方法就是這樣 這不是我們的 這不是我們道場的形式 這是我們道場的休息戰加油戰 真正的加油戰 在你們需要溫暖的時候 需要什麼的加油戰 休息戰 真正是你加油戰 休息戰做好以後 你要出去 給人家普渡眾生的 你有沒有普渡力量 這就是我們道場 最大失敗 出去就是事倍功半 事倍功半 所以昨天靈堂主說 把台中人調過來 我說很怨 平時調還好 我說調來兩個大將 說得很好一句話 臉上笑 真的是笑 你們學了二十多年 沒有學會他這一個字 你們慘不慘愧 所以文經要帶 所以你們要帶 我盡量選 禮拜六禮拜天 你要講話文經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再請你們最後一個 你們兩個趕快出來 你要講不講 不講 要上來上去啊 幾個趕快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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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佛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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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佛佛佛佛 感謝師傅有這個機會給我 因為我就是師傅說的 會口急的 因為我平常真的很少在說話 那因為口才也很差 也不知道怎麼去跟人家說 那尤其看到雞先生 我真的好佩服他 他先朋友也就那麼的會 就是他也有在做 那我因為我們可能是 真的是做得太少了 那真的要 要協著去做 我覺得是說 做中是修正 這樣才會有進步 那我真的要加緊腳步 那師傅說的 禮拜天禮拜六 我有時間的話我也可以炒 我們盡量配合 那就這樣 謝謝 謝謝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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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就是後期也是跟大家分享經驗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經驗 就是我記得有些事情 我想的時候高中 高中的時候有一次我自己沒有所怕 看到我們衣櫃裡面有一塊布料還蠻漂亮的 自己就用剪刀把他剪一塊那個 結果當時我媽媽突然間發飆起來 把我打了一頓而且叫我跪在那裡 給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是沒有尊重我媽媽的想 只是今天我是要守她 我就去剪了 沒想到我媽媽把那塊布料是當寶貝一樣 捨不得用 我都不知道她 就被揍 給我一個經驗說做事情 都情勢 都情勢比較沒有事 因為我不是她 我怎麼知道她心裡真正需要 說不定你剪壓那一塊 她那塊布就不夠了 對就不夠用 她就沒辦法做成一個誠意 所以也難怪被打 但她也沒有議警 她也沒有說議警說 你說那個布 你千萬不要給我亂檢 而是說出到情況的時候 我母親通常都發飆起來就打 給我經驗說沒有第二次機會 而且沒有學習機會 她有事也不見得跟你講 所以給我經驗就是 我一次到南台去 南台我以前的張孝桑也蠻嚴的 她那個罵人都是當場人 最好人也都是她罵得也起敬 所以做事情一定很小心 不然當場被罵都很痛苦吧 所以我就到最想去的方法 就想去的方法 就是說我盡量適事請私 有些事情我知道 但是我最好還是請私她一下比較好 萬一因為我認真沒有問題 萬一她的腳部看起來有問題 有她的個人見解 讀到見解 或個人單獨的考量 特別的考量怎麼辦 我又要挨罵 所以乾脆我還是請私 我事事請私 事事請私 事事就沒事了 你不請私 你有請私到 萬一她不會罵你 為什麼請私過 你的意思我也知道 我這種意思做 所以就比較不會被罵 所以在蘭仔當了四連人事主管 還算 還算 能講夠關 再來就是王善恩講的計畫 叫做什麼 工作不由東 累死也無功 工作 你工作如果不按照東家的意思去做 就算你做得累死了 一點光額都沒有 所以首先一定要先了解東家要什麼 東家他最在乎什麼 一定要把他 即使不知道你要去問 你猜測有時候也不一定猜得準 所以最好能夠親自請私 他比較保險 因為東家畢竟你的天一樣 他就是我們天 所以我們要尊重他的天下 他的意思 你的原則 你的什麼在哪裡 照理原則辦事比較不會有錯 所以王善恩講這句話也是很有道理 他很精靈 他還沒有去做常工的時候 就先到東家去偷看一下 偷看一下先探訪 我看到東家很整齊 這個東家非常講究品質 所以去那邊做事情一定要 品質給他做好 不然到時候你一點功勞都沒有 因為做一些浪品他不要 對不對 如果東家東西有亂七八糟 倒來倒去了 這個東家不是要品質 他要快 他一下就看出來 過去第一天就馬上進入狀況 就這樣 就配合東家 就是把他速度講快 講做得快 都沒有錯 所以這個王善恩雖然是一個 沒有讀書 但是他奇怪他有天分 這個時候覺得 做互相研究 我們不要說傷口撒鹽這樣不好 這個 就互相研究 有些經驗 互相分享 第二個就是說 這個業力來講 業力真的也是那個 像我們在這裡學到業力的可怕 業力剛剛也顯示過業力可怕 我一個兒子本來不太相信 到最後也曾經請他來開國法會 到最後現在他相信業力了 因為業力不讓他當老師 結果當不成 業力不讓他當老師 不讓他好順利 就是讓他考偷藝 考了十幾次就考夠 連我跟他練了多少經 要回向給他 到最後都沒有消息 可見業力是中到最後 現在還是一樣 不過到最後勉強了 用別的方式 稍微可能可以過關的 走北的路 有一個路子過關 他是考一考看 這樣子 所以這個當作他就很怕 所以業力真的是有 而且也要那個 而且我聽看到一本那個書 他講說 我們看到這個業力看不到是而已 但是其實 那個很多那個年輕哉主 在那哭哭喊喊 喊得很淒厲 我們聽不到 喊得很淒厲 那個聲音都是 我喊我病啊 什麼聲音 講得非常難的 都是仇恨很深的那樣子 如果沒有一些功勞給他的話 他真的是很難安補他的情勢 所以要盡量隨時多重點功德 回向給他 安補他 還有辦法修 你如果說等我修完以後 你再來各種藥 這種話說聽不下去了 這種話聽不下去 對不對 一定要你現在當作 給我大叔撐厲害 然後趕快做一些功德給我 多少要放給我 這個的話還可以考慮 還可以考慮 所以千萬一定要 隨時做功德 回向給恩信哉主 而保持有倡吻的事情 如果沒有倡吻的事情 他也不會不屑那個 說走就走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 沒有走事 但是人也很老 他就不然在得猛爆性感言 大善人啊 猛爆性感言 就是恩信哉主 大概來找到他 還好他人來做的不做 搞不好一下就走掉了 所以這個恩信哉主 我也見識過 我也倒過 一輩子沒有噴過 沒有噴打過 在這裡的話 根據恩信哉不可警告 這個你要小心那個 結果有一處 真的打王丑的時候 突然被投胎起來的時候 就倒下去了 不省人事啊 受到海軍總彥 從那邊倒就 那個車子跳跳 倒就跳醒起來 我現在在哪裡 在總彥 你看看 那個是生死一生間 萬一沒有洗過來就完蛋了 還要洗過來 所以說真的有恩信哉主 所以我知道我有恩信哉主 所以我要隨時要警惕自己 隨時要達至誠意 隨時要多做免善事 所以到處有機會就做 有機會就要 就完蛋了 再來就是 活活地地生下去 這個是真正 真正是修道人 真正修道人是地生下去的 很多話也是講過 地生下去 才能夠見現 才能夠見活 高昂而見不到道 離道也離 離道也離 所以王善樂也講過 叫做 道在低處不在高處 高處有險 低處有道 高處的電話是危險的地方 你真的我躲 我躲的地方 這個說法也多了 低處的時候很安全 我就是低嘛 對不對 我很誠意嘛 你會怎樣 通常都能夠過關 都能夠過關 所以低處才真正有 有很多道理 大道在那邊 是有道理 所以為什麼要寫低 我或者低 低生下去 那也都是不會 重置外表 不會那個 撞惡作樣 不會穿那個法服 在那邊那個 真的是 都沒有被東西討勞住 被東西討勞住 那個東西都是討勞住 討勞住 所以真的是無相 無相 沒有三心 沒有四相 被相綁住以後 就是這樣 就是輪迴 就是輪迴總經 對不對 我們都是這樣 另外就是這個 有一個說 他講的重點就是 毛病脾氣的重點 是這樣的 真的是不好改 或許也是再改 就是毛病脾氣 知道這個是輪迴生死的地方 為什麼人家輪迴 就是因為毛病脾氣改不了 俗稱叫做死人個性 不好聽 就是用死人個性 說要永遠去輪迴 你把他死人個性 把他畫過來 活起來 就變成不要輪迴 差別在這裡 但是又分力很難畫 很難畫 又有個名稱叫金剛石腳 金剛石 這樣金剛石一樣那麼硬 可是又石腳 又看不到 然後一吃雞就跑出來 對不對 一句話 不然難聽的話 馬上跳起來 馬上跳起來 有沒有脾氣 在裡面 所以這個金剛石腳 要把它找出來 慢慢把它畫出來 才能夠脫離輪迴 否則永遠在輪迴 因為所有的業力 就是因為金剛石腳 毛病不體 造成的 修行重點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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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也講說要以眾生為師 眾生為師 他是拜眾生為師 因為眾生為師 一個好的是我們的靈師 不好的是我們的戒師 戒師也是老師 靈師也是老師 那我們就 一切都是老師 我覺得這心胸很好 以前講過 以水為師 以神為師 以笛為師 也有 甚至有的 拿破崙 以蜘蛛王 蜘蛛為師 拿破崙有一次 拜了以後 在那邊 在那個破廟裡面 躺著休息 在那邊難過 就看到蜘蛛在那邊 蜘蛛王 隱私 寶劍拿起來 就飛就把蜘蛛王打掉 再躺下去不久 誒 又知起來 又拿寶劍起來 又把它毀掉 你知道嗎 不久不注意 又知起來 不過你看 拿破崙就得到啟示 酷 你看蜘蛛都比我還強 我就是少這個 回去就打贏了 所以蜘蛛可以動老師 什麼都可以當老師 眾生可以當老師 對不對 動物都是我們老師 水也是我們老師 次次都是我們老師 只是我們不誠意去寫他而已 對不對 那就應該可以開悟了 我們就變成 集中那麼多老師教我們 我們還不怕 不會見性生活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他們講的一些見解 給大家參考一下 講錯了 請多包涵 我包涵 還有各位現後包涵 還有這個 謝謝 你們